沒有我直接就直接問了 就是說 市長在九合一選舉裡面 講過一句話叫做 藍白河死路一條 藍白河死路一條 那看得到說 九合一的選舉 當然民眾黨提了86個市議員 當選14個嘛 他得票率是4% 也就剛才市長說的4% 然後大概市長的選舉 只提了市席是2% 那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歸的是反律的浪潮很大 反律的浪潮很大 那看到市長卸任以後 第一站去見了中東井 不是高峰岸 那中東井我們都知道 底子就是藍的嘛 那選前的時候也知道 市長跟蔡壁如去見過了 五黨團結聯盟的林敏昆 那很久以前 那也是藍的嘛 然後選前的時候 聽說你有兩次也是打電話給 韓前市長要約見面的事 那就是說從柯市長裡面看到的一些現象 就見到的人怎麼想約見面的人 幾乎都是藍的 幾乎都是藍的 那藍白河死路一條 那九合一選舉以後 呃柯市長會重新考慮藍白河到2024年嗎 我跟你講喔 你知道在政治上最重要是話語權 嗯 絕對不可以由對方來決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如果由對方來決定你講這句話是對還是錯的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可以打包回家不要選擇 藍白河最大問題在哪裡 這個藍白河如果讓民進黨覺得說這藍白河 他可以順便一起抹紅的話 掛掉 這第一點就是說你那藍白河不可以讓民進黨趁勢 我跟你講喔 臺灣會主張統一的三趴啦 九十七Percent是維持現狀 不管他是維持現狀 永遠維持現狀 還是維持現狀以後再獨立 還是維持現狀以後再統一 其實這個加起來是 甚至說主張現在馬上獨立 這個加起來是 說九十七也許有點過分 九十五跑不掉 在政治上最大問題就是 不可以讓民進黨拿到話語權 就是說你只要只要跟他不贊成 他全部把你擠到那個那三趴進去 所以我跟你講喔 藍白河是這樣啦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藍白河的定義 不可以由民進黨決定 如果民進黨決定 我們現在就打包回家 他把你藍白河 那順便一起抹紅 掛掉 還有一點啦 要很誠實的去面對一個問題 國民黨跟民眾黨 那DNA很不一樣 所以說要兩個孝母進 DNA很近 他才可以融合 所以是這樣啦 你看喔 新黨 親民黨 為什麼很容易融回國民黨 因為他本來從speed off 就是出來了 時代力量 為什麼他很容易 臺連會很容易被民進黨吸回去 因為他本來就是從那裡 其實臺連還是國民黨出來的 他反正比較接近國民黨 不是接近民進黨 所以老實講喔 這也是我們 這也是我們最近 我在對民進民眾黨的這個結構 在做個review你知道嗎 民眾黨這個很奇怪的政治團體 他的黨員成分裡面 我們現在有 假如黨會的八千多個 六十歲以上三趴 大學以上八十五趴 這結構很奇怪 結果後來說這個很像新加坡的人民情動黨 你想想看喔 拿民眾黨跟跟國民黨 他那個黨員結構是完全不一樣 他DNA structure是很 所以所以所以藍白盒在 我在我剛才講 結論就有兩個困難 第一個是這藍白盒 如果讓民眾民進黨來定義 很容易掛掉 因為話語權都在 特別在民進黨控制媒體的狀態下 他如果說藍白盒就是紅的 就是那個掛掉 第二點喔 我們要很誠實的面對問題 民眾黨跟國民黨 那DNA真的很不一樣 很難容 所以你說合作有可能 所以藍白盒如果是和平的盒 我就可以 合作的盒就可以 這也是融合的盒 我現在告訴你 技術上有困難 這是我們我們純粹 從三案子來分析 從黨員結構來分析 所以我回答你的話 剛才講過 藍白盒是這樣 和平的盒這沒問題 大家和平相處 合作也可以 你說融合 哇 這不太容易 可是每次在討論 藍白盒都不是站在這個角度 每次在討論藍白盒 都是站在非綠的角度 在討論這些意思就是說 要讓綠銀當選 還是要讓藍銀 或是白銀的合作當選 這一定是撒嘎都之下 每次討論是因為這個原因 對啦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節目 專訪的時候 看手機 是不是你的幕僚有告訴你說市長 要講什麼 不是我轉靜音以後 還是人家打得進來 對啦 那個每次在討論這個 我跟你講 這也是我們一個很大問題 你知道齁 其實選舉你知道齁 應該應該慢慢 不管選舉或執政 你要把它當作是一個改變政治文化社會運動 我常常說齁 以後對民進黨 甚至對新潮流指控你知道 他每次都跟我講 你講的不好 選不定的 講的都不容易 所以後來他把當選當作 the only one priority 唯一的 唯一的 不要說top priority 唯一的 唯一的那個 然後在這個理由之下 合理化他所有的行為 包括今天前瞻計畫 這樣撒錢 或者說要花六千塊 所以我常常是這樣 要相信自己講的 我常常說齁 選舉輸贏一會是 但是在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在過程當中 要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 我覺得民進黨會今天漏到這個局面 就是他把當選當作唯一的理由 那在這個理由之下 合理化他所有的行為 OK 我差一個問題就是說 柯市長找韓市長要聊什麼 沒有啊 第一點喔 我是 我是有 我沒有直接聯絡他來 我找朋友聯絡 我倒覺得這樣 第一點喔 朋友還是朋友 你要知道二零一八 我從二零一八 他去選高雄自在到現在四年多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我常常說人活在世界上 不需要這樣 所以有一天當兩個人都 人在一無所有的時候 才看得清楚自己 我跟你講當年他 我有曾經請他到市 我在辦公室 辦公桌都幫他準備好了 請他來市政府當郵寄職顧問 這故事我想你們知道 我覺得人活在世界上 你剛才講說 我聯絡藍的 聯絡什麼藍的 我綠的也有啊 怎麼沒有 哪些人 講一下 不能跟你講 因為他每個來見我都要 鴨舌帽 我要戴口罩 我說真的鴨舌帽戴口罩這樣 對啊 我說沒有那麼嚴重吧 他說不行啦 你現在這麼黑嗎 我們跟你在一起會倒楣 我說朋友就朋友 對啦 我跟你講 我綠營的朋友更多 你不要忘記我是綠營出身的 怎麼沒有朋友 反而是藍的比較比較 他們比較不怕人家知道 現在綠營每個來見我 見的都鴨舌帽戴口罩 這也是一種政治氛圍 我覺得不太對 人與人之間 我想說我們有很多關係的 不是只有同一個政黨 可以同鄉同事 同學 各種甚至同教會的 不要把這種 我如果跟韓國瑜見面 有什麼了不起 我還去過他家裡 我還見過他岳父 見過他什麼 對不對 So what 朋友還是朋友 因為有很多政治想像 在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 政治不要搞到連人性都沒有了